大家好 我是呼泡胖子 又来了 今天这三枚钱比我卖掉了 一个福武池 一个福寿康明 其实这个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文德反正当时的钱 反正盒子是给了一个声音非常好 但是他这个盒子 他就给了一个这个猪猎纹 其实反面看不太出来 哎我好像又卖亏了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猪猎纹是两面透啊 这背面也透 正面也透 这个纹应该算透 但他声音是特别好 你看听那个声音特别好 然后呢 卖了1700块钱 我2000多买了 当时我没仔细看 我就觉得哎 这个字口还行吧 背面还行 开炉大钱对吧 2000多块钱还行啊 买就买了吧 嗯 本来想着去换盒啊 如果盒子换不出来 白子就是本来是文德的盒 换成华夏还给了我个75分 我就尬了知道吧 然后这个是一个福寿康的 而且这个东西是大开门的一个东西啊 就特别开门那个东西啊 我上次也玩了一段时间 就是这个是一个保全的龙凤 可以看到啊 其实这个这个钱的这个背纹 他都是个鬼样子很丑的 怎么说呢 就第一个密集恐惧症看的话 就觉得这个东西贼难看 反正差不多是这么个意思吧 啊 就感觉很难看 这个 但声音是特别好 卖1700块钱啊 这东西我挂的咸鱼 也挂了有三个月了 无人问津 今天来了一个就是姐嘛 就是之前买过几万块钱东西的啊 一个女的 呃就是聊了一下 我说主要一开始是聊这个钱 后来我把这个推销卖给了她 我说这个呢 最后他要 我说你12000吧 我说你这个帮我带掉2000块 他说2000块他带不了 他说1700吧 然后我本来是2200块钱吧 1700就亏500块钱 亏500就500吧 我也不去折腾了 就给他了 然后这边这个钱呢 就是当时他就说 我就说这个 我是当时我是一万 我是一万零七百买的吗 我说这个钱你给我一万一千五 我说我这两个卖给你 我挣你200块钱 我说也行 我说这个我就说是一万一千五 后来一万一千五 他也同意了 就给他了啊 之前有人给过我一万二 我都没卖 反正这个老姐 因为她经常来 我这边有的时候带点这个带点 那个也蛮好的 回资金也回的快 每次一买好几万呢 这次又买了一个这个 富五十嘛 一万一万一千五就一万一千五 我当时买的时候是 一万零七百 一万零七百 然后打了个合一百二 反正就是总价是一万 一万零八百出头一点点 然后现在卖了一万一千五 挣了六百多 然后这个东西亏五百块钱 然后就是这两个加起来的话 我就是把两个加起来 可能还挣个两百块钱吧 反正给他 因为现在呢 就是也不说缺钱啊 就是这个人 我觉得值得交往 就是有的人他值得交往 有的人他不值得交往 就像有的时候 有一些人过来找我问很多东西 但是呢 就是啊 就是各种咨询 各种什么东西的啊 有的有的我也开始搞不清 他的干什么 什么的 后来我搞清楚了 哎 我就拉黑了 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因为不值得交往 你在我们 我们在你身上感受不到任何的价值 知道吧 就人跟人交往 肯定是互相能感受到对方的价值的 然后这个东西就都发给这个老姐了 就是这两个东西 然后这个是一个 刚买的吧 前几天刚买的 这个就是太平天国嘛 我这个品种 我收了好多 我收了大概有七八十来个吧 然后呢 然后这个是刚回来的一枚 嗯 我收的价格不太贵啊 我收也就六百左右吧 然后这个这个老哥给了一开始说是七百 我说七百太便宜了 不买 然后后来 我说要么你要的话七百八吧 后来一个老哥就要了 要了七百八给他了 等下快递给他发掉 今天就是卖了这三个钱 还卖了大概四五个这种通宝 结果他通宝给我弄到拍卖去了 我让拍卖者能给我寄回来 明天再给他发货吧 今天晚上的话 就把这三个发走 啊 今天生意还可以做了一万 一万五吧 差不多做了一万五千多的生意啊 哎 反正就还行吧 反正向着目标前进 哎呀 这是我最近回来的啊 反正不知道这个给大家看过没有 这是一个大观 折石 零标的啊 出了个零标 零三这个卖个四百块钱 五百块钱都行啊 卖个五百吧 四百太便宜了啊 这个的话 这这这种的话 像这个这个五行大步 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五行大步长得挺贵的 我这个成本也快六百块钱了 这个的话成本也 现在这个糖果也成本也贵 现在糖果啊 我以前觉得糖果就五六百的 现在五六百的买不到了 这个糖果基本成本都快到一千了 嗯 然后这个成本倒没有以前贵 这个以前的话基本上在一千左右 我这一次这个的话成本 可能都不到不到九百块钱 八百多啊 这个成本就低了一点 反正现在也没有人能买到便宜的东西 便宜的东西肯定要么就是有肉裂修补 像这种开放盒的东西都是实打实的 都是实打实的价格买的 不可能有便宜的 对吧 如果说别人东西卖你便宜 必然有问题啊 就是这么回事 我就是敢这样说 好吧 然后我把这个皮拿掉 把这个盒子给他 到处拿个小袋子给他分一下就好了 这个皮我是不大 愿意就是给别人的 我也不多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观看 拜拜